继第一波好想吐行人片及自行车片获得好评后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再次发挥创意 与知名网红插画家巴赖顺子合作 推出马路三宝推散片六格漫画 透过巴赖顺子辉谐幽默的画风 凸显马路三宝的错误行为及宣导正确行车观念 我们希望透过巴赖顺子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漫画 能够让大家看到他的画 也会心一笑 同时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上路的话要注意哪些事情 本身也很爱看巴赖顺子老师作品的 观光及城市行销处处长曾志文透露 这六个漫画还藏有小彩蛋 就是把正兵渝港色彩屋等基隆景点也画入其中 基隆市长林佑昌更化身漫画人物宣导交通安全 让民众大为惊喜 那在这里面老师非常的用心 他也把基隆的景点都入化了 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彩蛋 就是我们的大家长市长也入化 那希望能够让马路三宝能够退散 那在这个巴赖顺子老师的这个漫画里面呢 包括我们的求子山灯塔 我们的正兵渝港色彩屋 还有我们的白敏翁炮台跟软软吊桥 全部都入化 这也是第一次在巴赖顺子老师的话里面呢 把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漂亮的景色入化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创作 除了提醒用路的安全以外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些创意 然后生动的方式呢 来呈现城市活泼的一面 由于有许多网友敲碗 希望这么精彩的作品能成为实体海报 官销处方面也正在积极努力中 曾志文强调 在市长林佑昌带领下 基隆近年来求新求变 以色彩与设计改造程式已有具体成果 希望这次突破传统跨域合作的做法 能达到更好的宣导效果 提醒驾驶人注意交通安全 记者张旗团金融报导